今天每年被打全壘打最多的投手 就是有神盾封号的James Shields Shields今天面对前皇家队友 第一局就被轰 另一位左打的Alex Gordon 也在第三局打出全壘打 这是Shields本季被轰的第三十七支全壘打 不过除了这两支全壘打 Shields没有再丢掉分数 他今天交出少见的六局 只是三分的优质先发 领先一分的白袜 在七局上半换上后援投手BEC 没想到BEC提着汽油桶上场 让皇家一举逆转战局 Wip Merrifield 他将两个车转战局 然后皇家一举了 双方牛棚表现两极化 白袜守不住优势 皇家则是连续三个半局 没有让白袜越雷池一步 Sloria gets the job done 3 up 3 down with two strikeouts 皇家在九局上半 派出终结者David's收尾 没想到David's 竟然成为唯一丢分的皇家后援投手 白袜在一出局后还分战一三壘 随时可能追平胜进逆转 关键时刻David's连锹2K 化解危机 皇家中场就以6比5击败白袜 终止二连败 皇家在每年外卡 还落后精英四场胜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